例子规上说 父母丧三年常悲婴 如果孝子时常悲伤过度 不是很容易忧愁成病吗 你要是忧愁成病 你的父母就不安 你就大不孝 那么这个你要知道 这个是在过去农业社会的时代 社会非常安定 是那个时代 生活方式都很缓慢 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弟子规是几百年前人家写的 你现在要懂得他的精神 懂得他的大义 要在现代社会灵活去运用 可不能死在文字里头 死在文字里头 你就学错了 吼吼泼泼 那么这一端 不必是三三年 对父母过世 有哀奇之心 哀痛之心 这就对了 偶尔不是什么看到父母死了 还觉得死得好 为什么不早一点死 那为什么要财产吗 现在麻烦呢 现在我们在美国听说 小朋友啊 才不到十岁啊 告诉他爸爸妈妈 你们的财产将来都是我的 自这爸爸妈妈听到之后都呆掉了 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还不是电视网路里面学的吗 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年轻人 把父母害死 为什么要财产 好像前年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 有同修的时候捡下来告诉我 审视出来 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 想买一个手机 他的父母不肯给他买 他把父母害死 煮东西给父母吃 里面下毒 两个人死了之后 去领他的保险金 保险金只有一万多人民币 他不知道啊 这是错误 也不知道这个有罪 你说这怎么得了 以后这个案子破了 那我们在这个时代 对于父母之丧 每一年的忌日 能够做一个纪念 这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 教化社会大众 知道父母之恩不能忘掉 这样就好 懂得这个意思 kenn时代 你赢得吗 不访一的 对于父母之神